那你要不要法務部我們提出一個法律修正案 就這樣啊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甚至可以到無期徒刑 沒有要照這樣講 連要不要修我們都還保留 對那部長你今天花了好多的時間 一直在批判 說一顆罰金是不對的 一顆罰金後來證明 修法後 修法後 修法後已經比較不會了 已經不會了 那你剛剛又留一個緩刑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部長可不可以把你心中的話 講給大家聽 你認為這樣法務部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因為顧委員跟我談現在新修正的法之後 可以怎麼判 我只是把各種可能講一講而已 對啊有緩刑啦 判了緩刑 如果法官認為 這一個人的犯罪嫌疑 他並不是主謀 他只是參與了這犯罪的一部分 所以給他緩刑的機會 那這樣有任何的不對嗎 我沒有做任何評論啊 因為部長我跟你說 你今天你不斷的在扮演帶風向的角色 你只是要讓台灣的輿論界不斷的產生 台灣對於詐欺犯的判刑定的也輕 法官判的也輕 所以都讓這些詐欺犯恨行全球 我沒有這個意思 部長你這樣不斷的製造這樣的一個風向出來 讓所有的媒體把我們台灣抹黑到這樣 是真的不聽證的 沒有這樣的意思 沒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要表達清楚啊 那你覺得中國這樣 中國這樣的行程你贊成嗎 我都認為說 中國的行程你贊成嗎 我當然沒有表示贊成過啊 我只是說連我們的法 我都沒有覺得一定要修啊 我怎麼會去贊成他的 所以你也覺得沒有必要在 就是339條姿勢的一個103年增訂後 部長你覺得就夠了 這樣就是這個意思嗎 我說我們沒有覺得一定要修 但是還要大家研究討論 因為各方面有不同的意義 那部長你到底覺得夠不夠啊 我們這樣的一個處罰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這樣夠不夠 這不是我個人可以決定的事啊 這本來就要匯集大家的意見 那就你個人對於這個詐欺犯 你的厭惡 那你的自己的一個法律的 你應該覺得這樣到底夠不夠 我個人表態也沒有什麼意義啊 因為只是個人意見而已啊 部長你今天講了好多個人意見 好 謝謝 好 那第一案就不通過 B案不用討論啦 這個 用討論是什麼意思 是程序 我們已經都在發言 實質已經這樣了 實質已經這樣了 B案最後再來處理了好不好 那個 C案 來 怎麼樣 宣讀過了 各位委員有沒有 沒有意見 或不同的意見 沒有的話 沒有 這個還是要請部長說一下 就是說他有沒有辦法 跟中國那邊協商 可以達到一個所謂的最低司法程序保障的問題啊 那他心中認為最低的司法程序保障 他因為我可以大概可以猜想喔 等一下部長上來一定會說 這個要依照他們國家的這個法律規定等等的 但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理解 當在跟每一個國家在簽立司法互助協議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根據我國法律 有一個最低程序保障的一個要求 才能夠是適切保障我國的這一個國民嘛 因為我國的國民啊 當被送到一個國家 而他沒有辦法受到一個最低的一個正當程序的保障的時候呢 就會讓我們保護國民的這一種的美意啊 沒有 不但沒有辦法來落實 還會透過這樣的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的一個 一個內容啊 來讓我們會在那一個國家受到一個 遠低於 包括我們的刑事訴訟法 包括我們的兩公約的一個最低程度的一個保障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一點上面我覺得 部長不管你是派哪個檢察官過去 對不對 不管什麼時候可以過去 那從你們的立場 是不是應該要跟中方這邊要好好的要求 對不對 那如果說按照我對於 你們現在所簽訂的司法互助協議的一個內容上來看 你比之前跟美國簽訂的司法互助協議 受到的那個內容 相對來講 像譬如說取證的標準就遠低於 遠低於我們跟美國簽訂的內容 然後呢 我們在2009還是2008跟中國簽 我記得是2009吧 好像是 然後接下來之後我們又跟菲律賓簽 我們菲律賓簽的內容呢 跟美國簽的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美國對我們要求的取證標準相當的高 那因為從一個平等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們也可以同樣要求美國 讓我們有這樣子一個相同的取證標準 所以我們在之前跟美國簽 簽到這樣的內容 那我們在之後跟菲律賓簽 也簽到跟美國一樣的內容 但我們獨獨跟中國簽啊 卻簽不到這樣的內容 然後呢 然後呢 都是對等的 我們 早上 我 特別在早上問你說 你認為中國大陸的司法是獨立嗎 連你也保留 絕對不敢說中國大陸的司法是獨立的 那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 中國大陸的司法在程序保障上 會比我們嚴謹嗎 會比美國嚴謹嗎 會比菲律賓嚴謹嗎 那如果不是 那如果不是 你讓我們的國民 現在在那邊受到了這樣子的一個相對 一個沒有獨立司法環境下的一個司法處域 面臨這樣子的一個惡劣的環境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從一開始戴著頭罩 就這樣整個被壓解回到了中國 回到中國之後呢 也沒有任何的法官保留 就直接把人家壓進去了做了拘留 然後拘留的時間呢 長達到我們完全不能夠忍受的程度 然後接下來呢公安拘留之後呢 要公安立案 公安立案以後呢 再交到他們的檢察院 然後檢察院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起訴 所以呢 對他們這樣的一個人身自由 完全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適切的保障的情況之下 而且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當他們在被壓解回中國的第一天 受到這樣的處一的情況下 我們實在也很難期待 縱算是裡面有一些人 有可能是因為證據不足 有可能是因為 這個涉案的嫌疑不夠 我們也很難期待 他們可以得到無罪的判決 我們這些搞過失誤的都很清楚 那這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們現在要派檢察官到中國 是不是能夠爭取到什麼樣子的一個 合於不管是國際的人權的標準 還是合於我國 我國已經內國化的兩公約的標準 還是合於我國行事訴訟法 對於我國的國民所同樣的標準 這樣子的一個國民待遇的原則 在我們面對中國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來跟他們進行協商 這一點 部長 要麻煩你 要麻煩你 要站在一個保障國民基本權的立場 那當然 要好好去思考 對不對 可是呢 從那一個跟中國大陸簽的 刑事司法付諸協議的內容上看起來 我們現在 他們只要有公安的筆錄 我們就拿來我們這邊定罪 我們的杜氏兄弟 我們的杜氏兄弟 就是僅憑的公安的筆錄 就被你下令槍斃掉 不是 僅憑公安的筆錄 不過這個提案我們是贊成 好 針對這個提案 沒有其他意見